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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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的想法都不一样 特想做一条舒服于自己老子 我怎么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 现在年轻的人 很自由化 也不说本来每个人现在不喜欢约束 也就是喜欢自由 他独特 一开始就特别喜欢Michael Michael 然后Michael就觉得好屌 然后后来时间一接触 然后仔细一接触 他的文化很多来自hiphop 放他的音乐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才接触到 越来越深的动静 最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hiphop 什么是真正的hiphop day 有很多时候放过 他在中国听到很多人 比如说 家庭条件不够啊 或者怎么样啊 会觉得跳不了 其实就这么不猛热 就算你上班 你晚上总有时间能跳 那天总有能抽出一段连续的裙子 只要你喜欢 那天总有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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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长了 大家都懂 那天总有没有想到的 office 我的客人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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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